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习近平访问平壤时也享受了同样的礼遇 当时两国领导人誓言加强合作 然而 与金正恩和普京最近达成的突破性新伙伴关系相比 这一切黯然失色 这项涵盖政治 贸易 投资和安全合作的广泛条约 让朝鲜和俄罗斯承诺在对方受攻击时 立即使用一切手段提供军事援助 这样的防务协定令美国及其亚洲盟国感到不安 尤其是日本和韩国 相比之下 中国的反应却显得平淡无奇 但背后隐藏着谨慎的观察 中国需要东北亚的稳定来应对国内挑战 但莫斯科和平壤的合作可能会破坏这一稳定 尽管中国在俄罗斯和朝鲜的贸易和政治影响力上 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但在这场新联盟中 中国将如何应对仍是未知数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收看六度解析 今天我们特别关注的是一篇来自CNN的文章 探讨了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建立新的联盟 对中国及其区域稳定的影响 文章描述了普京和金正恩最近在朝鲜首都平壤会面的情景 他们乘坐豪华梅塞德斯奔驰车在平壤的街道上行进 展示了两国之间日益密切的关系 与2018年习近平访问平壤时的场面相似 当时习近平和金正恩也一起乘坐敞篷车 象征着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然而 这次普京和金正恩达成了一项涵盖政治贸易 投资和安全合作的全面条约 承诺在对方受到攻击时 立即使用一切可用手段提供军事援助 这项新的防务协定被普京称为将俄潮关系提升到新水平 而金正恩则称其为双边关系的分水岭 这样的联盟无疑引起了美国及其亚洲盟国的担忧 日本对此表示严重关切 而韩国则召集了紧急国家安全会议 并考虑向乌克兰运送武器 相比之下 中国的反应显得平淡无奇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拒绝对该条约发表评论 称这是俄潮之间的双边事务 然而专家分析认为 中国实际上在谨慎观察这两国的动态 中国需要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 特别是在目前国内面临经济放缓等一系列挑战的情况下 香港城市大学的刘东树 英毅教授指出 中国担心莫斯科对平壤的援助 特别是在军事实力和技术方面的支持 可能会进一步助长金正恩的不稳定政权 这会加速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计划 中国的目标是控制局势并防止事态升级 同时也不希望朝鲜完全崩溃 以免美国在其家门口进一步扩张影响力 目前 而朝之间的关系正在重新调整 甚至可能打破以往的平衡 美国早前曾指责俄罗斯从朝鲜接收了大量弹药和军事物资 而而朝双方对此予以否认 尽管美国指责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军民两用商品 但中国一直避免向普京提供直接军事援助 也避免支持金正恩的核岛计划 如果普京在核问题上向朝鲜提供更多支持 中国将难以控制朝鲜局势 值得注意的是朝鲜和俄罗斯签署的新防务条约 可以追溯到冷战期间的1961年 北朝鲜和苏联当时签署了一项共同防御条约 在苏联解体后 该条约被一项较弱的安全保证所取代 而朝鲜与中国之间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也是在1961年签署的 并且多次续签至今仍有效 尽管北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但这个条约意味着中国在朝鲜受到攻击时 可能会自动提供军事实力支持 然而目前尚不清楚 而朝新条约在实际操作层面能做些什么 这项新条约是在朝鲜半岛 紧张局势加剧之际达成的 金正恩一再发表激烈言论 并废除了与韩国和平统一的长期政策 尽管从技术上讲 朝韩在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 一直处于战争状态 但这项条约的政治信息非常明确 在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共同敌意驱使下 而朝两个独裁国家正试图破坏 并替代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 这是中国的共同目标 普京在与金正恩会晤后发表讲话 抨击美国及其盟国的所谓帝国主义政策 一个月前 普京和习近平在北京会面时 也发出了类似的指责 两国领导人共同承诺 要应对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安全体系 这让西方观察家 对中俄朝三国之间的邪恶轴心表示担忧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 尽管俄朝联盟在不断深化 但中国会谨慎保持距离 专家指出 中国不希望被视为新邪恶轴心的一部分 但实际上 中国在这个局势中的影响举足轻重 中国仍然是俄罗斯和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 为这两个受到严厉制裁的经济体 提供了重要的经济 支持和外交掩护 在总结中 中国并不认为 俄朝结盟是一种背叛 因为两国仍然需要依赖中国 尽管俄朝关系有所升温 但中国在整个局势中始终 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收看六度解析 今天我们特别关注的是一篇来自CNN的文章 探讨了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和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建立新的联盟 对中国及其区域稳定的影响 文章描述了普京和金正恩最近 在朝鲜首都平壤会面的情景 他们乘坐豪华梅塞德斯 奔驰车在平壤的街道上行进 展示了两国之间日益密切的关系 与2018年习近平访问平壤时的场面相似 当时习近平和金正恩也一起乘坐敞篷车 象征着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然而 这次普京和金正恩达成了一项涵盖政治 贸易 投资和安全合作的全面条约 承诺在对方受到攻击时 立即使用一切可用手段 提供军事援助 这项新的防务协定被普京称为 将俄潮关系提升到新水平 而金正恩则称其为双边关系的分水岭 这样的联盟 无疑引起了美国及其亚洲盟国的担忧 日本对此表示严重关切 而韩国则召集了紧急国家安全会议 并考虑向乌克兰运送武器 相比之下 中国的反应显得平淡无奇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拒绝对该条约发表评论 称这是俄潮之间的双边事物 然而 专家分析认为 中国实际上在谨慎观察这两国的动态 中国需要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 特别是在目前国内面临经济放缓等一系列挑战的情况下 香港城市大学的刘东树 殷义教授指出 中国担心莫斯科对平壤的援助 特别是在军事实力和技术方面的支持 可能会进一步助长金正恩的不稳定政权 这会加速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计划 中国的目标是 控制局势并防止事态升级 同时也不希望朝鲜完全崩溃 以免美国在其家门口进一步扩张影响力 目前 而朝之间的关系正在重新调整 甚至可能打破以往的平衡 美国早前曾指责俄罗斯 从朝鲜接收了大量弹药和军事物资 而而朝双方对此予以否认 尽管美国指责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军民两用商品 但中国一直避免向普京提供直接军事援助 也避免支持金正恩的核岛计划 如果普京在核问题上向朝鲜提供更多支持 中国将难以控制朝鲜局势 值得注意的是 朝鲜和俄罗斯签署的新防务条约 可以追溯到冷战期间的1961年 北朝鲜和苏联当时签署了一项共同防御条约 在苏联解体后 该条约被一项较弱的安全保证所取代 而朝鲜与中国之间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也是在1961年签署的 并且多次续签至今仍有效 尽管北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但这个条约意味着中国在朝鲜受到攻击时可能会自动提供军事实力支持 然而目前尚不清楚 而朝新条约在实际操作层面能做些什么 这项新条约是在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加剧之际达成的 金正恩一再发表激烈言论 并废除了与韩国和平统一的长期政策 尽管从技术上讲 朝韩在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一直处于战争状态 但这项条约的政治信息非常明确 在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共同敌意驱使下 而朝两个独裁国家正试图破坏并替代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 这是中国的共同目标 普京在与金正恩会晤后发表讲话 抨击美国及其盟国的所谓帝国主义政策 一个月前 普京和习近平在北京会面时也发出了类似的指责 两国领导人共同承诺要应对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安全体系 这让西方观察家对中俄朝三国之间的邪恶轴心表示担忧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 尽管俄朝联盟在不断深化 但中国会谨慎保持距离 专家指出 中国不希望被视为心邪恶轴心的一部分 但实际上 中国在这个局势中的影响举足轻重 中国仍然是俄罗斯和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 为这两个受到严厉制裁的经济体 提供了重要的经济 支持和外交掩护 在总结中 中国并不认为俄朝结盟是一种背叛 因为两国仍然需要依赖中国 尽管俄朝关系有所升温 但中国在整个局势中始终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哈哈 这又是一场国际政治的肥皂剧 普京和金正恩这对新朋友 真是让人忍俊不惊 这两个男人在平壤的街头滑行 那场面就像是看 速度与激情 但讲真 这些铁杆独裁者的联盟真的能持久吗 要知道 两个独裁者在一起 最终难免会为了谁是老大而干起来 普丁可能以为自己是这场戏的导演 但金正恩可不会轻易当配角 还有 中国这个大象在房间里 能不踩到他们的小指头吗 楚天书 你这是典型的极度心作祟啊 普京和金正恩的联盟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知道吗 这可是有历史渊源的 他们的友情可以追溯到1961年 那时候的苏联和北韩就签订了防务协定 更严肃的是 他们这回可是达成了涵盖政治 经济 军事等方方面面的合作协议 别忘了 美国的情报报告说 俄罗斯已经从朝鲜收到了26万吨弹药 这可不是小数目 这样的合作关系可不是你说的肥皂剧 而是实实在在的国际政治博弈 谢琪琪 你这么认真 是不是忘了幽默这回事 好吧 既然你要走严肃路线 那我们来谈谈这些别有用心的联盟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 独裁者之间的联盟往往是短命的 看看二战期间的轴心国 日本和德国还不是打着打着就干起来了 而且 普京和金正恩这么急于抱团取暖 说明他们各自的日子也不好过 普京在乌克兰战争里陷入泥潭 金正恩的经济政策更是让朝鲜百姓吃不饱饭 他们虽然在短期内可以互相利用 但长期来看 这种合作不会持久 中国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或许是冷眼旁观 毕竟中国才是真正的老大 谁也不敢真动他 哎呀楚天书 你这种嘲弄还真是自作聪明 别忘了 中国可是俄罗斯和朝鲜的最大贸易伙伴 没有中国的支持 这两国的经济早就崩溃了 你说的对 中国确实在冷眼旁观 但这可不代表中国无所作为 中国一边享受着这些小兄弟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一边又不会轻易涉足他们的内部矛盾 这叫做借刀杀人 你懂吗 而且这次普京和金正恩的合作 还真有可能让美国和他的盟国头疼 朝鲜半岛局势一旦失控 中国的影响力反而会更大 想想看 谁在最后笑到最后 还真不一定哦 谢琪琪 你这种无限夸大的阴谋论 真是让人叹未观止 你说的那些国际政治策略 当然是有一点道理 但你也得看看现实 中国的经济现在正面临着放缓的压力 它需要的是和平稳定的环境 而不是在东北亚的火药库里点火 普京和金正恩的联盟 对中国来说更像是一颗不定时炸弹 如果这两位独裁者真的搞得太过火 中国可不会袖手旁观 历史上的冷战时期 中苏关系破裂还在眼前 一山难容二虎 相信我 当普京和金正恩真的开始干架的时候 中国会是第一个跳出来的观众 哈哈 楚天书 你这真是把中国描绘成了一个爱看热闹 不怕是大的老大哥 不过你倒是提醒了我一点 历史确实是充满了不确定性 既然你这么喜欢历史 那我们就来看看朝鲜战争以后 中国一直是朝鲜的主要支持者 这一点可是没有改变过 无论普京和金正恩之间怎么打情骂俏 只要中国觉得有必要 他就会介入 你说的对 中国需要的是和平稳定 但别忘了 这种稳定是建立在中国对朝鲜的控制 很影响力上的 所以 即便普京和金正恩的联盟真的成了 中国也会在背后拉着线 保证自己能够随时收拢局势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感谢观看 i know yo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